现在我们接着这个往下走 整个画面现在的话 需要的把 把这个从这个物体上面呢 再往这边走 一个是修整个物体 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形 这个形非常重要 就是从上往下 从这个地方 从上往下呢 它有一个 它从上往下 它有一个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 是非常重要的 慢一点 慢慢的画 然后最重要呢 是这个铅笔尖的时候 你看铅笔 我现在是非常尖的 尖的时候呢 我把它这个形的它收一下 来卡住呢 往上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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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关系 这种强度的关系 非常非常重要 就包括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边 这个边上 虚一些 虚一些 先去收它在行 先去收行 先去收行 这个外面相对放松 相对要放松一些 这个外面相对放松 谢谢观看 好 到了这个程度啊 我们再来画它这个 它包括它这个边缘和后面的一个关系 它都是有变化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形的画皮 它这个步子呢有起伏 形体有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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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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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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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prise 而是因为它的变化最微妙 柔和所谓的柔和呢 就是说我们当看到这个灯光底下 你看我们看到远处这个这个石膏呢 它这块没有明确的一个转折 就是我们自然的啊 什么叫自然呢 就是说一定是非常的尊重这个客观的事实 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里边呢 有照片啊 有写生呢 就是说通过写生呢 我们要不要忘了客观的存在 不要忘了客观的存在 你认为那交接线是强的 但是不一定啊 有可能它交接线就是弱的啊 虚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慢慢的话 千万不要着急啊 我们再说一点点 我们并ve翻译和晓 кому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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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棱角棱角跟前的这个变化 非常重要 一定要注意 怎么能来 这个腹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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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你看这个交界线的上面 上下的这个变化 很明显 这就是它的关系 很微妙的关系 这个东西呢 需要反复的叠加 它才能够表达出来 反复叠加才能表达出来 是可能有的人呢 去强化它的体感 强化它块面感 把它去画的一个面 一个面的 是吗 那样可以吗 也可以 强化的体感 但是我们是强调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然后再往左侧走 我们换这个2H 就是铅笔变硬了 它是需要慢慢的去像渲染一样 那一点点亮我过走 推 在这边 要这个圆柱体一定要圆起来 圆柱体要圆起来 然后再往左走 非常细 非常细又非常密的去走这个调子 圆柱圆锥球体 这些就是说形体 只要是圆的这些物体 画起来相对还是要更加的难 它因为它这个就因为它这个形体 它要过度 所以就难了很多 难 你看自然一定是一层一层往过推 一层一层往过推 不要是一下子推 推到这剩下一道不舒服 我还是从这个下面一层一层往过推 好这个 对方呢 它是虚的 虚的 嗯 嗯 嗯 诶 你看这个圆起来 一定要圆起来 鼓起来 非常自然的去走 可以就是慢慢的体现出 它这种调子 线条的感觉 这种调子 这个淡淡的往这边转 淡淡的往这边转 你看非常非常弱 弱到什么程度呢 弱到它 总之就是很自然的转过来 然后到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边缘 这样的转过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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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然后再往这个亮度走的时候 我们再来 就包括这个底下 甚至呢它也有 这个 再走这个 灰面 然后再来 中文字幕——YK 其实底下这个面还可以再挥 咱们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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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边缘 边揉 再挥 再鼓 咱们再交叉 这就等于是这个左侧呢 有一个灰 有一个灰部 你看它这个亮灰 但是这个左侧呢 不要画太深了 太深了也不合适啊 注意它的重 然后呢 这就是往右侧 咱们再交叉 好 这个灰部呢 再给人 咱们再交叉 这边咱们再转 这边咱们再转 这样它这个圆柱体呢 就非常的圆 其次呢 非常鼓 一定要鼓起来 咱们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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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下面这个圆柱啊 这个地方再转 咱们再交叉 让它一点一点点往这边推 一点点往那边推 咱们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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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呢 这个画面到这个 因为刚才呢 是这个打着灯光啊 打着灯光呢 呃 我刚才我把这个灯开开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你看这个灯光一开之后呢 它就显得参 参摆层次就简单了 实际上我这个面已经画了很多 所以我把这个灯光给关掉 关掉之后呢 它看上去比较正常一点啊 虽然说画面相对看上去好像暗了一些 但是这个这个感觉才是真实的一个画面的感觉啊 但是这个当我开上大灯之后呢 它这个远处那个石膏的这个呃整体的这个氛围就那个光感呢又弱了 现在呢 我这个画面就基本上进入一个调整的状态了啊 调整的状态 所以说呃远处那个镜物灯呢 就可以呃 为辅啊 就不用去刻意的再去看那个镜物灯啊 现在我主要是调整一下画面的这种前后的空间的啊 这种关系 包括物体啊 包括物体和这个背景之间的一个关系 调整一下这个能源的内容 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了 再 cuidado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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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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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把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桌面这个空间杆 前后把它推一下 就是说这种写生的东西还是更加的要耐看一些 照片毕竟我们从照片上首先获取的信息 它就是有线的 写生当中我们看的实物它还是不一样 总之在它背后有东西不是一个空洞的平的一个背景 它是有一定起伏的 这些呢基本上就给上之后就给足了 基本上给足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背景呢再调整 不是这个桌面呢再调整 这个蓝呢热一些 就这样了 什么这么多的 它就是这种複製的 我来帮你来osos杆 比特帮好 至迦 也不用为什么 这个后面这个背景是弱 虚一些 就是这个转折呢 虚啊不要太清晰 它是柔柔热 模模糊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这个右边 左边啊都是一样 现在要水里用的是HB 往前走呢 它变亮了 但是它再亮它还是重的 相对于石膏呢 来说它还是重的 对啊 对啊 沿蚣 沿蚣 沿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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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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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